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現在下來之後姐姐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所以吃還是很重要 體質就生下來沒辦法變了 我剛剛講那個祖傳的 我其實有嚇到你知道嗎 因為我媽媽就是高膽固醇 而且我媽媽是更年期之後就有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我其實是蠻擔心跟害怕的 你媽媽是更年期之後的心血管跟膽固醇 就開始變得惡化的比較明顯 很明顯 而且她必須要吃藥 所以你很怕跟媽媽一樣 對 而且因為我現在開始要更年期 那你如果說像醫生剛剛講的祖傳的 那不是問題就來了嗎 那只要更年期之後 我不是就完蛋了 所以我以前在購物台 大家下午都會吃炸雞 然後我那時候超愛吃甜食的 所以其實我都怕要等你知道嗎 那因為我媽媽已經到要吃藥的地步了 所以我才會前一陣子開始重新調整 真的我重新正視自己的問題 那我超喜歡吃燕麥片的你知道嗎 我個人是覺得燕麥是一個好朋友 而且這一道料理我常常在宵夜的時候會煮 鮭魚燕麥粥 對 那你如果說沒有空加鮭魚也沒關係啦 那你其實就煮蔬菜的也可以這樣子 鮭魚我會放一點點的油 好 所以你擔心自己跟媽媽的體質類似 然後擔心你媽媽的毛病 最後自己也要處理 所以你就提早做預防跟控管 對 我提早做預防跟控管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個不控管下來 我之後我後半輩子怎麼辦 然後最重要是因為家裡有兒子跟老公 然後因為我公公跟我爸爸都有血糖跟血壓糖尿病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問題真的 三高的問題真的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什麼都不會跑掉 都一直跟著我們 好 然後時間到了 年紀到了 有些時候就開始漸漸走下坡很明顯 一定會走下坡的 不會更好 只會更差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熱鍋熱油之後 稍微煎一下鮭魚 對 我就把鮭魚放下去煎 好 鮭魚有醃漬還是有果粉 我剛剛鮭魚我有抓一點鹽 然後我拍一點點的麵粉 那原則上我就是不要理它了 好 我覺得這道料理超簡單的 就是你就燒一鍋水 對 然後就把麥片放下去 好 那燕麥是傳統上大家覺得 也是控制這一個膽固醇的其中一個好食材 對 可是我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是很堅持 就是你要買燕麥本人 你不要去買那種調好的那一種 而且我覺得一定要煮過 因為我以前會脹氣 我用泡的我會脹氣 我後來發現煮過就沒這個問題 好 你吃燕麥煮過比較不會脹氣 對 我後來有發現 好 那這個是沒有調味的 這個原型食物的燕麥 只是它乾燥化了 然後我放了一點玉米筍 然後我現在把燕麥先倒下去煮 好 我們放少量的玉米筍 然後大概一碗的燕麥 一碗的燕麥通常對這樣一鍋 但是我覺得水還是有點太少 而且現在去煮有點香香的味道 如果水一定要多 一定要煮到 而且你要稍微給它攪拌 它才會糊化 然後我覺得還要再多一點水 水其實跟口感也有關係 所以每個人喜歡的口感 你也可以斟酌增加或減少 有的人喜歡吃水一點 有的人喜歡吃糊一點 可是我煮的經驗值就是 你雖然覺得現在水水的 可是等一下你蓋鍋蓋之後 它會噴起來 它會吸飽 對 就跟我們的吸飯一樣 好 其實我很喜歡煮鹹的 大家以為燕麥都會煮甜的 對 我有時候會煮黑糖 但我現在發現 我很喜歡煮這種鹹的燕麥粥 就有點像冬天的鹹粥這樣子 對 像鹹粥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煮一些 什麼海鮮類的東西 或者是煮肉 OK 豬肉絲的像鹹粥 只是把飯改成麥片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這樣好方便好快 那這個通常煮多久 其實超快的 這其實等一下 大概一兩分鐘就好了 因為我今天還會再放花椰菜 因為這樣我的膳食纖維就會更多了 那我在起鍋的時候 你可以再放一點海帶紫菜 然後第一好吃 然後又有一點對身體的 一個點的含量也可以補充 那其實放一點蔥花 然後還有白芝麻 因為白芝麻油對身體也是很好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簡單的一道料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煎的鮭魚 鮭魚是最後才放進我們燕麥粥 對 那我們稍微翻面煎它 翻面把它煎得恰恰 同一時間我們看 這個只有幾點 你那個湯匙一直滑燕麥粥 然後你把切小丁的花椰菜一直下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加花椰菜 因為它會有一個清香味 而且綠綠的膳食纖維也很好 剛剛就像醫生講的 我今天就放了鮭魚魚油 然後我還有放了白芝麻 所以我還有芝麻油 我覺得這種鮭魚就是看你自己 你有時候可以盛起來放上面 你也可以把它放進去一起熬 也可以 看你喜歡 然後這個燕麥粥 看起來真的那麼鹹味 它真的很濃稠 很濃稠 所以就是看你 有的人喜歡糊糊的 那有喜歡水多一點的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真的很有創意 像我覺得這真的很適合小野 你看裡面就有脆脆的 花椰菜 然後還有玉米筍 然後還有可以讓小朋友 變聰明的鮭魚 然後而且我自己其實很喜歡燕麥 我覺得燕麥就是吃起來 根本就不會覺得變胖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道料理 就是也非常的好吃 真的很像鹹魚 對啊 我覺得建議那個觀眾 就是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可以試試看 現在其實大家很多人 都是為了降血子來吃素 然後有一個阿嬤 她就是因為這樣的問題